好,我們這次又來玩這個毒蜜之心 這次主要來講一下,一開始 就是掘石頭 有什麼方式可以有多些殘出 還有,有一件事是千萬不要做的 因為一開始大概是過完 找五種生物,接著博物館長 搬進來的任務之後,就會叫你建商店 建商店就要一些材料 材料需要幾種,每樣都是生果 分別是木材、硬木材、軟木材和鐵光性 木材、硬木材、軟木材其實是相對容易得到的 因為每一棵樹你每天考三下 它就會跌很多,反正在島上有很多樹 那其實就一定會拿得到 即是很快就會拿得到的 一天啊,兩天都可以 那KID CORSEC就相對來說是很難拿的 那現在我還欠KID CORSEC 那你可以看到我昨天,例如一天,大概只有8顆 剛剛又拿到2顆 那... 另外你可以買那個機票去其他的木材 但是呢,要拿到鐵礦石呢 基本上呢,你就是要有這種石 那千萬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你走去吃完水果之後再... 拿個斧頭去砍它 這樣的話,你會砍爆它 那是需要一天才會生一顆出來的 萬一你砍爆了幾顆的話 你... 之後就要一天殺一顆 這樣才爆一顆石出來 那就... 那就很麻煩 那一個比較好一點的方式呢 是... 你拿個橙 你看到一顆石之後呢 最好就是把它周圍的幾格都清空了 清空了,沒有雜草啊,沒有石頭啊 然後呢,就站在任意一個對角位置 就是... 這顆石周圍有八格的嘛 那有四個對角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那你又找一個地方呢 是... 我向上... 挖一個洞 向左又挖一個洞 這樣呢,你就會對角線對著這顆小石 然後呢 等於是... 後面那兩個洞呢 是會卡住你的 那你就可以呢 對著... 撈成小石... 當然... 記住就是千萬不要吃水果 那你就打它 那你就可以暗齊七下了 暗齊七下了 但是... 這個真的... 全部都出錢了 如果不是,有機會是出頭鐵礦石的 哦... 我... 我找一下還有哪顆石仔... 我去找一下... 第三顆石仔在哪 這顆我剛才... 挖過的了 第三顆石塔在哪 啊,這顆,這顆 我們試一下這顆 那麼... 在這裡挖... 一個洞 這裡有挖一個洞 然後呢,就向著這顆石 全部都出石仔了 欸,這是什麼? 金礦石 那... 這個整的意思就是呢 它會卡住你的 如果你沒有... 沒有東西在後面卡住你的話呢 呃... 你... 你... 你挖到石 幾下之後呢 你會被它彈後 被個反對力彈後 那麼... 大概一天呢 只能夠出三、四顆 那麼上下 只能夠出三、四顆 那麼上下 呃... 那... 至少你會多一些... 呃... 就是... 出到... 就是... 至少一顆石 它一人可以出到七顆 就是... 因為它周圍有八格 但是... 呃... 你可以... 作到... 呃... 七格出來 那另外就是... 譬如... 海灘這些啦 你看到有個水的 我們就可以滾了出來 這個是可以用來做一個魚餌的 但是我未... 新製用過魚餌 還有那個島上邊... 有一些...呃... 星形的... 星形的... 可以...可以... 可以滾 我滾了個化石 化石是...呃... 在博物館有用的 那麼我現在已經... 醜齊了... 一十幾二十個 好... 可以... 暫時來說... 這些是... 應該是可以賣錢的 好... 那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記住千萬不要吃水果去滾... 呃... 石頭 重要的事情講三次 那我們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